上个礼拜TRAGD推出TRAGD Agent这个功能之后呢 蛮多人都为之惊艳的 毕竟呢相较于一般的AI Agent的功能来说 TRAGD Agent呢 多了可以直接帮你做什么样事情的功能 比如说呢一般来说 AI Agent可能帮你做简报做网页 产出Excel的一些范例档案之外 但是像是TRAGD Agent呢 居然还可以去购物网站帮你买东西 或者是呢帮你订购电影票 找机票买机票等等这些动作 TRAGD Agent目前都可以帮你做 不过呢究竟有这么神吗 今天呢我们就直接分成几个范例 用TRAGD Agent来做给大家看 往下来看吧 Go 但常常出问题 选择学习PLUS方案就一对一的聊天管道 或是呢你愿意支持我们 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客观养乐多 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 影片要开始啰 你准备好了吗 嗨大家好我是阿汤 这个TRAGD Agent呢也推出了将近一周的时间 蛮多人到现在还是都非常的好奇 他究竟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不过呢目前也只有TRAGD PLUS方案以上的人 才可以享用到这个功能 如果是免费想要试用看看的话呢 就是可能去付费一个月的方案来试看看啰 或者是呢你可以先看完今天影片的翻例之后 再决定呢这个功能到底是不是你用 或者是呢需不需要用 毕竟呢目前的AI Agent功能呢 也不是只有TRAGD一家而已 其实呢还有蛮多AI Agent可以选择啦 所以基本上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需求在哪里 再来选择你是不是要TRAGD Agent 或者是呢用其他家的AI Agent 往下我们就来介绍一下TRAGD Agent这个功能吧 好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前阵子很火红很热门刚推出的TRAGD Agent 也就是呢现在在工具里面叫做代理程式模式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呢简单的说呢 其实就是我们很常提到的AI Agent 比如说我们之前介绍过的Malus 就是AI Agent一种 简单的说呢透过AI Agent 你只要告诉他指令之后 他会按照你的指令去调整要做的这个流程 然后最后是交付成果给你 比如说你想要做的是简报的话 你只要告诉他你想要做什么内容 最后他会搜寻完之后 真正产出一个简报并且排版好给你 这个呢就是AI Agent能做的事情 另外呢TRAGD Agent呢 我觉得能够比起其他AI Agent做更多事情的部分呢 是比如说你今天如果只是想要上网购买什么东西 他是真正可以去帮你搜寻完之后帮你加入到购物车里面 最后你只要去完成结账最后一里路就可以了 这个部分也是可以做到的 虽然目前做起来可能还好啦 今天呢我们也会举几个实际的操作范例给大家看看 目前TRAGD Agent做起来的感觉到底长什么样子 好首先呢你要使用这个代理程式模式的话呢 你只要打开任一个聊天的新视窗 然后在工具这边下拉就可以看到代理程式模式 那这个东西呢目前只有plus方案以上才可以使用 每个月可以用的次数是44 如果你用的是pro方案的话呢 可以用的次数就会更多一点 点击代理程式模式之后 这边有一些预设的范例给你做参考 这边有一些建议使用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呢 他其实可以直接帮你去购买什么东西 这边前面有这个图示 代表这个是属于哪一类的动作 像是购买本周六两张电影票 这个图示你看这是隶属于动作 然后报告的部分呢像这个研究全球跨境资料传输法律 研究天然葡萄酒和传统酿酒工艺的基本原理 这个都属于报告的部分 那这两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比较偏向于之前的Deep Research的功能 然后像这个查看上周的Teams对话 这个都属于动作部分 动作部分呢是像是 可以直接帮你上网去操作什么样的动作 然后帮你完成你需要的指令 比如说他说为孩子的生日派对订购Pizza 那就可以实际上网去订购你想要订购的Pizza 那如果需要结帐或是登录的时候 基本上他会要求你接管去做登录或是做结帐的动作 所以你不用想说他直接一次性就帮你全部完成 那这样的话你必须要把所有的资料都给他 这样好像也不是太好 所以像这个Charge GD Agent呢 他就是有一些区别的部分 有些工作他会帮你完成 有些需要你接管的他会告诉你 再往后像是试算表或是简报 这个呢都是目前AI Agent呢 其实都简单可以做到的事情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分享几个范例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 目前Charge GD Agent做起来的感觉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简报功能的部分 简报功能你只要给他指令完之后 他就会开始制作简报 这个制作简报之前呢 大部分都会先问你一下 需要确认哪些细节 确认完之后他就可以开始继续制作 好那这个制作过程会大概长什么样子呢 他其实会有一个Charge GD的电脑画面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电脑画面在这个 你结束之后还是可以回头去播放来看 像这个简报他就做了33分钟 33分钟他在做什么呢 他就搜寻了很多很多资料 这个呢就是他实际的画面 好这边播放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那个电脑画面就一直去搜寻相关资料啊 或是往后拉看一下 读取资料 然后找完资料这边呢就开始编排 这个简报的样式跟内容 这边就可以大概看出一些简报的排版的部分了 有没有这边就已经开始在制作简报了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看到Charge GD他正在做什么的这个画面 这个目前AI Agent大部分都有这样的功能 然后往下来看这边呢就是他完成了这个简报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他目前简报这个品质啦 虽然呢前几天如果你已经有会员专属频道了 大概就已经看过了 Charge GD做出来这个简报 就是一般般啦 但是我觉得算是可以堪用的地步 你知道把这个简报呢 再放到比如说Gamma或是Canva 那边再去重新排版美化之后 应该就会差蛮多的 好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透过Charge GD Agent做出来的简报内容 快速的带大家来review一下 简单的做出蛇页的内容 你可以看到这些排版其实都蛮粗浅的 那资讯的内容呢也比较rough一点 简单的说呢用Charge GD Agent来做简报 就真的是堪用而已 大家如果想要用他来做的话呢 可能指令或者是资讯的内容可以下的更详细一点 不过他的排版目前大概是因为刚开始推出这个Adrian功能 所以排版的部分呢还是比较一般一点而已 如果大家对于这种AI Agent做简报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参考一下我前两天 在会员频道发布的那支影片 里面有6个AI服务制作简报的成果比较 看完你就会发现Charge GD Agent 虽然可以像这样做简报 但排版跟内容真的是太一般了 再来往下第二个 Excel的范例生成 我这边是请大家随便生成一个 2024年1月到12月的专业财务报表 然后做Excel范例 好这边呢一样可以看到他 在这个电脑里面做了哪些事情 好比如说搜寻 或是呢读取相关的内容之后 最后呢就会按照那些资料然后来生成内容 然后完成之后一样会直接提供你一个Excel的档案下载 就长这样子 好那因为像一开始他是英文的 然后数字也有点怪怪的 所以后来我就请他呢 将资料呢改成是要繁体中文显示 然后资料格式要正确 但是呢发现他资料格式还是有这种小处点 所以我最后再加一个让他呢数据的部分 一定要是整数 好重新改完之后就长这样子 好一样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他产出来的Excel档案 然后这边有分 资产然后资产的负债跟权益 现金流量表等等 这边有四个分页做出来的范例 那你就可以拿去作为教学使用啊 或是用在其他地方这样子 前面这两个呢都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就是简报跟Excel的生成 接下来第三个功能呢 我要讲一下Google形势力的部分 之前呢其实Google形势力 他就已经结合到ChartGD里面来了 但是那时候 只能帮你查看你的形势力 以及分析你的形势力内容 还没办法帮你加入形势力 但是现在透过ChartGD Agent 再搭配你的Google形势力的话 只要连结完之后 一样可以把行程安排啊 或加到你的Google形势力面去 只是加的方式 我觉得呢还是少了一点点方便啦 比如说呢 我是先请他说帮我安排一下 7月22那天的形势力 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包括什么什么 安排一小时的会议活动 然后时间呢 由ChartGD来帮我决定就好 就把我安排之后 他这边有给出一个安排好的这个内容 然后先让你确认 没有问题之后 会要求你呢 登录你的Google账户 比如像这里 他这边登录之后 他就会把你的这个行程建立好 然后让你去接管 比如这边我已经有留好一个 就像这样子 登录好之后 新增一个形势力 但是他不会帮你直接储存 他让你确认之后 你要按这个接管 然后就可以像这样进到这个画面来 然后你可以先确认一下 他要帮你安排这个形势力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你就可以按下储存后 再结束控制就可以了 那这样他就帮你储存这个形势力进去 所以有点像是做一半一半 他帮你做好前面的安排 以及新增这个形势力 你最后只要进入他的电脑画面 然后按下储存就好 那我有试过这个电脑 每次离开之后 你这个账号是必须要再重新输入密码 才能再登录的 那隐私的部分 大家如果自己有疑虑的话 当然就建议大家不要去使用了 那如果你可以相信Charge GT的话呢 可以试试看这个功能 其实我觉得在安排大量行程的时候 这个部分呢算是还蛮好用的 那大家呢也可以试试看 能不能一次性的把行程都交了他 直接安排好 直接储存进去 不用再去手动揭入这件事情 好再来第四个呢 比如说我们想要找一个便宜的机票 比如说你可以像这样子 帮我找出发前往英国最便宜的机票 那时间范围在什么时间之间都可以 去回呢相差10天要直航 并且呢要找出建议出发日期 还有回来的日期 好这边他就开始帮我搜寻了 一样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脑的画面 这Worked for 24分钟 这个呢点击之后就可以看一下之前的画面 那么你可以看到Charge GT呢 他实际点击的画面 以及呢他会慢慢的去 切换日期去找这个10月份里面 机票哪些部分呢是比较便宜的 然后你可以往后看 然后一一的去查找 找完之后呢 他会按照他点击去搜寻出来的结果之后呢 下面会整理给你建议哪些时间出发 票价呢大约是多少 你看这个我觉得也是蛮方便的一个功能 一般来说你用Deep Research呢 你其实看不到他去 一一的去点击每个日期的画面 只能大约的按照网络上的资料 去参考后 提供你大约的方向 但是透过Charge GT Agent 他是实际上的去 每一个日期都去点击完之后 确认完 然后找完所有资料 才整理给你 这个呢是不一样的哦 所以呢 像这种比较详细的 需要透过点击日期去切换 来得到结果的功能呢 要Charge GT Agent 才能做得到 如果是用单纯的Deep Research呢 能收到的资料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再来第五个 这个呢就比较偏向于Deep Research的 再进阶一点的运用 一般来说你像这样子 如果要找出台湾相关社群中 大家最常推荐到了露营天幕 Top5 其实呢这个功能呢 用Deep Research也可以找到相关资料 但是呢如果你是透过Charge GT Agent呢 因为他可以点击画面 所以呢我觉得他可以找的资料呢 就会更完善一点 比如说你看这边呢 他会去输入不同的关键字 来搜寻这个结果 然后找到结果之后呢 他会再一一的去点击相关的文章 然后查看一下相关文章的内容 最后找完内容之后呢 就会一样整理给你 这个呢其实我觉得Deep Research也可以做 只不过呢 透过这种反复搜寻的方式 找出来的结果 应该也会跟Deep Research呢 有点不太一样啦 最后一个呢是看电影的范例 比如说你可以在哪一个地方 要看什么电影 直接呢叫他选一下帮你定位 然后要在什么样的时段 或者你可以更详细一点 然后哪一个地方是哪一间电影院 然后要看什么电影 直接跟他讲说 只要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之间 开始的尝试都可以 然后就可以帮你定位 好这边呢他定位的画面有点像这样子 他会先去找呢你要看的这个电影呢 有哪些电影院有符合这个时刻的 然后找到之后他会一一的去点击 像他找完之后像这边有整理出来 比如说明天在哪一间影城 有播放的场次资料 那或者是像林口国宾台帽影城 这边没有开放8月以后的订票 所以他就打开有提供定位的这个电影院的网站 然后呢要求呢你去登录这个账号密码 他就可以帮你去进行定位 所以最后呢这边有告诉你选择的场次 然后要求你要登录这个影城的账号 然后你就可以点击这个登录之后呢 将你的账号密码登录完 然后让他去继续往下 帮你去做购票的动作 那后期应该还会再需要输入 比如说信用卡资讯 然后让你完成整个订票的这个过程 不过这个后续的部分呢 我是没有想去去试过啦 大家如果兴趣想要试试看看的话 倒也是可以试试看 但如果以这种订票的流程来说的话 如果你是不太急迫 是要预定某个时间的票子的话 倒是可以试试看用AI来帮你做这件事情 但不然认真来说 如果你已经知道要看什么长次 然后是要到哪个影院的话 理论上自己输入这个的话 应该是会比AI来做还要快上很多啦 原则上我觉得让AI来帮你点击去做其他事情的话 可以像是比如说 你今天如果是带MOMO 或是PCO那边想要买什么东西 你也可以请他帮你找好之后 帮你把这些东西内容都加入到购物车 最后你再来选择你要买哪些东西 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比较适合给AI Agent来做 但是像购买电影票这件事情 我觉得自己手动做 应该还是比较方便吧 看完上面这些Charge D Agent的范例之后 大家觉得Charge D Agent到底好不好用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那我自己认为Charge D Agent 这个目前的开发本质是好的 虽然他目前还很粗浅 我觉得功能当然还是有待加强啦 不过AI发展速度其实真的都很快 所以有了这个开端 相信明年在Agent这个部分 应该会相对更加的强大 今天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 想要知道更多AI相关教学的话 也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我是阿当 下次见 拜拜